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语法 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时段的表达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时段呢有可能是 一刻钟比如说15分钟 有可能是半个小时 或者是两天或者是三个月 它是一个时段 好那我们一般呢是先有主语 然后有一个动词 然后加上这个完了之后呢 加上我们的这个时段 然后再加上 英语 他工作了三年 我们做了一个小时 一个一个小时 公共汽车是什么 公共汽车 啊对公共汽车 你怎么晚 到了 多久呢一刻钟 是的我们唱了两个小时歌 好了我们往继续往下看 还可以表示呢仍然 人在进行的动作 所持续的时间 也就是这个动作发生了 而且现在也还在进行 比如说我 学习了一年汉语了 那说明我现在也在学习 从我开始学习到现在有一年了 然后这他看了半个小时电视了 他们游了 他们游了二十分钟涌了 那我想问他们现在还在游泳吗 还在游泳 对了他们从开始到现在二十分钟了 现在还在游 第八题我都在这儿坐了半个小时了 那请问我 还坐在这儿吗 还坐在那边 你学了多长时间汉语了 我学了汉语两年了 然后第二个你们要告诉我问题是什么 他的回答是我在这个地方住了十年了 你就在这儿多久了 最后一个他的问题是 小王还没来 你等了他多长时间 等他一个小时了 一个小时 我等了他一个小时 你对什么什么感兴趣 比如说我对做饭感兴趣 就是我喜欢做饭 或者是对什么什么有兴趣也可以 比如说我对买东西 我对购物有兴趣 表示我喜欢买东西 我喜欢购物 那他们两个的 反义的句子呢 就是对什么什么 不感兴趣 或者是对什么什么没有兴趣 我对作家务没有兴趣 我对作家务没有兴趣 哦他们喜欢电影 哦他们喜欢电影 第二个 我儿子对什么呢 打篮球 不感兴趣 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对汉语 有兴趣 你们都对音乐感兴趣吗 我对他更感兴趣 那说明我喜欢他 第一个 你对什么运动 感兴趣 我对走路 我对走路 我对走路感兴趣 我对 雷达兰修 感兴趣 是的 你喜欢汉语吗 你可以说喜欢 或者不喜欢 也可以说 我对他很感兴趣 或者不感兴趣 都可以 我对汉语很有兴趣 我对汉语 感兴趣 然后这个你们要想想 问题是什么 因为他的回答是 我不喜欢听音乐 你喜欢听音乐吗 你对音乐感兴趣吗 都可以 你对看电影感兴趣吗 没兴趣 没兴趣 好 那Tarfeek 你对喝咖啡感兴趣吗 我 我都会 我都会 我对 感兴趣喝咖啡 哦 我们把喝咖啡说在中间 我对喝咖啡 感兴趣 你说一次 我都会喝咖啡 感兴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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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日本菜感兴趣吗 我对日本菜超感兴趣 超感兴趣 你太喜欢了 好 第三个呢 我们要用这个半啊 还有克啊 还有差 这三个字呢 来表示时间 例如 我们看第一个 那他用到这个半字 那他用到这个半字 对吧 我们看到就是一点半 好 一点三十分 就是一点半 然后第二个呢 是十二点一克 一克 我们刚刚都说了 是十五分钟 所以这个就是十二点 十五分 十二点三克 三克是多少 请问一下 对比 三克 三克 是十五分 对了 那我们也可以说 差一克 一点 然后这个呢 他说是差多少呢 差五分钟 差五分 多少点呢 十二点 好了 那现在呢 我要你们来用半 或者是克 或者是差 这三个字呢 来说下面的三个时间 十十点半 第二个是十二点 四十五分 或者是差一克 一点 对 差一克一点 也可以是十二点 三克 都可以按 差一分钟 十二点 这里有我们有以前 比如说以前 我喜欢吃那个东西 现在不喜欢了 好了 然后这个同事 一起工作的人 然后这个兴趣呢 对什么什么感兴趣 也就是喜欢 欢迎 我们可以欢迎到我家来玩 欢迎到中国玩 然后这个差 差多少 对吧 需要多少 小米每天都听歌 对音乐有什么 他用了 他如果用了有 我们就说有兴趣 好第二个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同事 想玩 欢迎 欢迎你来我家玩 第四个 我是差十分八点到公式的 来中国什么 来中国以前 来中国以前 我学了一年汉语 好了 我们到下一个题 银行 the bank 然后还有这个结婚 get married 还有这个迟到 being late 还有这个接 对吧 接谁 to pick up someone 还有这个半 一半的半 好了 第一个老师问 Tarvik 你今天怎么什么了 对不起 我骑晚了 骑到了 第七题 你现在要去哪儿 我去机场 借一个朋友 比赛什么时候开始 吃点半 第九题 他的回答是一直往前走 超市的旁边 请问到哪儿有银行 好最后一个实体 下个月我们就要什么了 什么 你们不是刚 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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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在哪儿呢 我可能会晚晚点回来 嗯好 那也有可能他看表 对吧 他有可能说我可能会晚半个小时 会晚10分钟 对吧 可能会晚20分20分才到 他的回答说快点吧 我已经等了什么 我已经等了5分钟 5分钟呢 不是很久 5分钟 好 你别着急 我快到了 你们结婚什么 什么时候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 是不是 那我们也可以说你们结婚 多久了 快50年了 你们身体怎么这么好 你看他们在做什么 对锻炼或者对运动 干净趣对不对 都什么了 快去睡觉吧 我再玩10分钟 都11点了 快点去睡觉吧 你已经玩了好几个小时了 不累吗 我对电脑游戏特别感兴趣 一点也不累 你一直在这家公司工作吗 对 我已经 我已经工作 我 只有 年了 他说你什么什么 他的回答是我特别 喜欢我的工作 那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你 你对工作感兴趣 你对你的工作感兴趣吗 他说我特别喜欢我的工作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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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